清晨甘露2月10日 我,知道怎样出丰富 肥利比书4章12节 有很多人知道怎样出悲剑 可是没有学会怎样出丰富 当他们上到崇高的山顶时 他们就头晕起来,像要亲爹的样子 基督徒常在新圣时羞辱他的身份 而非在祸患之时 新圣富裕真是一件危险的事 基督徒能经得起患难的煎熬 但却受不了新圣的锻炼 哎,神的许多恩怜和丰富 常常使一个人的灵命受削起来 并且忽略属灵的事 但这并非必须如此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 他知道怎样出丰富 当他富裕时 他知道怎样使用 丰富的恩典使他当得起丰富的富裕 当他满载的时候 便把帆完全张开 好平稳地航行 当属灵的福乐长满到了杯子的边缘时 必须用一只坚定的手来把持 这是人力所难能的 但保罗却学会了这技巧 他说 或饱足 或饥饿 随是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 饱足是我们该学的一个属灵的功课 因为以色列人曾饱足过 但他们吃的肉还在口中时 神的烈怒就临到了他们 有很多人求神的恩怜 为的是要满足他们心中的肉欲 所以 食欲饱足常想靠自己的血气 并使灵命凋敝 当我们在物质方面多得神的恩怜时 常是在属灵方面少得神的恩典 并且为我们得的丰富所存的感激心 也是很小的 我们得了丰满 却是忘了神 属世的方面得了满足 以为没有天堂也行 知道怎样处饱足比知道怎样处饥饿还难 人的天性是很容易骄傲并忘记神的 在你祷告的时候 要求神只教你怎样处丰富 愿你爱的恩赐 使我们不远离你